它是要这么多狗要找我们专业的人去养它 但是我跟它建议 我说这个宠物方舱肯定要建宠物方舱 方舱我的店里如果我的店里全是阴的 如果进来一个阳了 这块地方的人都全要转运 那这些狗怎么办 现在我们给它们的样板了 希望它们能扎紧 就是说让阳性的人安心地在方舱里养病 二十四小时有的 我们这个监控都有的 手机直接看的 三十小时看一遍 有的就是说 你比如说 寄养家不放心的 我可以截图 接下来发给它 那么它就在方舱顶心了 不然老是挂念 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是不把宠物当宠物了 已经是当家里的孩子 当一家人了 所以说我们要人性化 一定要这样做 他们才能放心安心的群养病